你们每个门店的衣服不太一样 那个对不起 恭喜啊 你们丢 谢谢 毕竟是一家嘛 要不这样 把我们知道的告诉你们 资源共享一下 信息共享一下 招牌人 是吧 没问题的 来来来 维托二十五岁 长头发姑娘 对 女的 对的 眼睛大大的 粘着假睫毛 对 那你们也提供几个信息 家里养了一只猫 但是家里呢 跟好多人住在一起 家里人多对吧 人多是 地方小对吧 地方小 他说租房的条件是因为 是因为他自己要开一个 跟朋友开一个沙拉店 健身餐 叫外卖的拿厨房 只要大客厅 对啊 只要大客厅 他要大厨房 我们在菜场还买的菜 叫外卖就不自己做饭了 外卖要大厨房 干嘛 真的 要离地铁近 菜市场 地铁 地铁 要地铁要什么 你让我来来来 全是他就是赢了 对啊 对啊 小许 小许 好吧 你是大厨房 大客厅 大厨房 你是大厨房还是大客厅 大客厅 对啊 大厨房 不要厨房 不要厨房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们俩 所以你们是 所以你们是 双方 所以你们是 双方 谁不要厨房 我 我 我不要厨房 你不要厨房 所以她是我们的 对对对 她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刚见的是她 对啊 所以你们都要厨房 所以你们之前是住在一起吗 住在一起啊 那我们今天看那个房间是你的还是她的 她家的收了 你们俩住在一个房间 对 好房委托人 许文 许玲姐妹花 她们是一对95后的双胞胎 上海人 姐姐许文 是金融理财专员 妹妹许玲 在创业中 想开一家沙拉店 我叫许玲 今年25岁 这个是像不老实的家伙 这是我的双胞胎姐姐 许文 算上从娘胎里 我们俩已经睡了26年了 我都睡腻了 婚人间我现在要拿 现在我希望有个自己的房间 我叫许文 今年25岁 还有多久啊 马上马上马上别喝 那个像催蜜一样窍门的家伙 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许玲 快点 马上 我话没要说别吵 我们两个人从小睡一个房间 一张床 用一个厕所洗漱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困扰 我希望永远跟她在一起 一直这样下去 我跟我妹妹就从小一起睡大 一直睡了 哇 快三十多年了 你俩一会睡了三十年了 一个床上 就两个小许 他们描述那个画面 就跟刚才周婷描述的似的 是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那句鸡汤就说得很好 说我留给孩子的最大的财富不是车子 不是房子也不是钱 而是一个亲人 对 对 那这样啊 看看是不是我们两组 谁能够找到他们满意的房子了 来了 好房委托人小许姐妹找房需求 姐姐许文希望客厅宽敞明亮 靠近地铁站出行便捷 卫生间干净不要浴缸 妹妹许玲希望厨房干净